欢迎收看大来话之 现在在中国大陆把这个自助旅行 还有背包客称作叫驴行 驴子的驴 他就取这个驴行的谐音非常有创意 对然后在大陆的驴友中 有一群特别的人叫舍驴 他们是专门喜欢拍秘境美景的 摄影发烧油所组成的 现在台湾人也开始组团去拍 这种大陆的秘境美景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着舍驴去冒险 现场来宾是陈仁文陈先生 嗨大家好 陈先生他自己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因为太喜欢摄影旅行了 所以最后干脆去考照 变成那个摄影旅行的领队 专业领队 而且他刚刚从西藏回来 明明才刚回来 马上又要去了 这个季节是近西藏拍照的好季节吗 西藏其实他来讲四季都适合 但是冬天比较不适合 因为我们比较冷 对比较不适合 那这个季节去可以拍到什么 整个湖边都是野花 非常的漂亮 紫色红色黄色 还有他们的油菜花青柯 也都种了 所以可以说颜色非常的美 也有野鸟吧 他的湖 因为我看这阵子 看大家在脸书上面贴到西藏去玩的 他的湖色也好漂亮 然后有野鸟 没错 有鸟对 他们甚至有一个岛叫鸟岛 整个岛都是鸟 非常的漂亮 那除了那个花田之外 像有一些像圣湖 纳木措这些 现在是适合拍的季节吗 是适合拍的 纳木措 各位要知道纳木措 他的面积有1920平方公里 1920有多大 我告诉各位 他是日月潭的280几倍大 哇 那就一望无际一眼看不完 所以他可以说是海一样 而且我记得在纳木措 他对面的那个雪山 拍起来也很漂亮 对 那个是念青唐古拉山 念青唐古拉山海拔是七千多 七千一百多 那他 他们有个神话是念青唐古拉山 跟纳木措是一对情人 他们后来结为夫妻 那那这是一个神话 在西藏除了天然美景之外 还有哪些人文的景观 是值得去拍的 OK 西藏他有两个最特殊的 一个就是这个赛大佛 这个他们雪顿节 雪顿节人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这个大佛 这个唐卡有多大呢 他的高度是30公尺 宽度是20公尺 相当相当大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汴京 那汴京呢 这个就是汴京 那汴京是站着的人 问坐着的人 那这个东西呢 辩论经文汴京 他们可以一对一 可以多对多 可以二对二等等 那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吗 我们听不懂 就只能看热闹拍拍 那个汴京的过程就对了 所以僧人其实是去西藏的时候 拍摄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僧人是一个 对对对 喇妈我们讲喇妈 喇妈 那像这个 磕长头 这个在路上拍的 他们要五体投地嘛 对对对对 就跟我们的三桂 三桂九寇是一样概念 还更 他更厉害 对更厉害 因为他五体投地 这个时候山色拍起来是好的吗 是相当好的 光线 尤其你光线好的话 像我们画面现在看的 那个就是念经糖果拉山 那这个就是纳木措 在纳木措旁边 那以现在来讲最好最好我们会去住在那边就住在那个纳木措 那下午拍夕阳早上拍日出 那尤其是早上的光线那非常漂亮 我知道有好多人去都喜欢到比较少人去的地方 像阿里算不算呢 阿里 阿里他是一个无人区 那以现在来讲 他的路已经修得比较好 那我们早期去是几乎是没有路的 那走在那个河床上面 有时候你一天几百公里都是那种石头路 非常的辛苦 但是据说他们大陆那边已经把阿里那个路都修好了 那我们去阿里主要要拍什么 阿里 阿里他是一个无人区 就像这一个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的这个就是阿里 杂打土林 那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遗址 叫做骨骼王朝 那他在一六三零年的时候就就突然就消失了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非常非常悲壮的景观 麗娟自己讲 他去过西藏两次 他说西藏随便拍都好看 就用傻外相机怎么拍都是非常好看 对没错 你你用用只要用手机都可以拍出好照片 我常常跟团员讲说 你这个这个景你如果还拍得不好的话 那我还真佩服你 所以你们在西藏要比看谁拍得着糟糕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拍天都是非常蓝 然后云非常白 那你就觉得好像在天堂 那西藏我们还有一个说法是说 一日之四季 白里 十里不同天 有时候你一天里面 你早上非常的冷 可是中午太阳一出来以后 又热得很 那晚上又冷 那我们常常一句话说 说早穿皮球五穿沙 围着西瓜 围着火炉吃西瓜 就是这样子 就以西藏来讲 这种高原的景色 让人着迷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地方 让很多这个射驴 非常的流连旺返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去听听看 在沙漠旅行 要受得了85度高温烘烤 到西藏旅行 要面临高山症 缺氧死亡威胁 但台湾就是有一群 不怕死的冒险摄影团 就为了拍出秘境的美 而这样的冒险旅行 在大陆也有不少同好 我们走过了神山顺湖 马旁拥挫 拉昂挫 然后给我最深的感受是 我终于来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我酝酿了七年了 来到神山 港人波旗 然后只能背对着它 然后离开它 确实非常遗憾 我还会再来 我看到有毛驴 我看到了 黑点号 我看到一些很多 我没想见过的医生动物 我真的觉得拉昂这个景色 带给我的一种感觉 是非常壮观的 他们的账民的那种热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很快乐 不入险地 掩得美景 想来一趟冒险之旅 可要做好万全准备 西藏被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有很多摄影家 都有私房的景点 不过到西藏去拍摄 也要注意很多事项 像高山症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呢 高原反应是这个样子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 也这个轻重的程度也不一定 对 那也不是说年纪大的 就会有 也不一定 我们要去之前 也不要听人家以而传而 吃什么洪景片 要吃一个礼拜 什么高山洪 什么 其实你只要到到像那个 比较大的医院 加医科 加医科去 然后呢 你跟他讲你要去高原的地方 那他会开那个呆慕寺 我们所谓的呆慕寺 呆慕寺 呆慕寺其实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利尿剂 它是一个自清光源的 那吃那个东西呢 就是说你如果说 譬如说你明天早上 要飞拉萨 你今天晚上就吃一颗 让这个高原反应 不要引发出来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你到了真正 他高原反应 高山症已经出来很严重了 你再来吃 就没有用 那在装备上面呢 因为通常在高原的话 我们要减轻自己的装备 呼吸才不会那么快 你才不会有高原反应 可是你去拍照 要带好多东西 那怎么办 就走慢一点 你的装备 像慢慢 动作尽量慢 像这个 我们画面上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氧气钢瓶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放在车上 都会有这种氧气钢瓶 还有一个那个血液含氧溶度 我在那个泡蜜那边 路又抖 然后呢 只有一台车可以走 一边就是山 一边就是峡谷 那非常的危险 那那个路 哇 都是烂泥巴 很危险很危险 所以他等于是你为了要 登上高原去拍西藏的美景 那个过程当中 最冒险是在路途 路途上面最危险 然后到了那个西藏之后 高原反应又是另外一个 需要挑战的地方 你们也会去尝试一些 比较危险的 就比较刺激 就为了取得一个美景 我们为了去那个阎屋湖 阎屋湖 是川藏公路 318国道上的一个点 那从坡密过去 坡密过去 他其实他的路不很长 大概一百多公里 但是整条路都是那个烂泥巴 那个大的水空 水空很危险 一边是山壁 一边是那个河 这是川藏公路吗 对 川藏公路 然后呢 那个坡路又抖 那我们的车子就等 等前面的那个车子 已经看不见了 完全过了 我们才敢送上去 干嘛要那么冒险 他路况就是这样子 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我们走完了以后真的是 这个心都在跳 为了要拍美景 要薄命去拍 西藏的部分是美在 他的人文 还有他的美景 那至于在新疆跟内蒙 美在哪里呢 是他的沙漠 广告之后回来带大家去 沙漠当社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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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诗人王伟有一句 形容沙漠美景叫做 大漠固烟值长河落日圆 然后我们到沙漠里 到底是要拍落日 还是拍续日 拍日出还是落日 对 其实都可以啦 哪一种最美呢 以你的那个专家的角度来看 对 我们一般来讲 喜欢拍日落 在沙漠里面要看 对对对 因为日落 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张 这一张也是我拍的 那你看 他太阳 太阳斜色过来 拉着长长的影子 那当然日出也会有 但是一般来讲很少 因为很冷嘛 日出那个时间很冷 但是日落 日落刚好气温上面 比较合适 要不然手太僵了 都按不下关 那有像那个 玩为失忠的孤烟吗 那是自己生的吧 其实我们很多 看到那个很多的照片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驼队 正好在那个灵線上 那都是安排好的 那个都是安排好的 那个都是安排好的 你现在怎么可能会有驼队 那现在我们讲旅行 有人深入到沙漠 有几种形式 第一个你可以徒步 那徒步当然就很危险 第二个你可以请驼队 帮你驼东西再装备 那你人也可以骑 第三个你可以吉普车进去 那这个都是要深入到里面 那你如果说纯粹只是 只是想体验一下 你可以走塔克拉玛干 因为他现在有一条公路 塔克拉玛干在北疆 南疆 在南疆 他现在有一条公路 到克什 他就是穿过塔克拉玛干 塔克拉玛干沙漠 如果你只是要体验一下而已 不是说真的很深入的话 你可以去尝试散散沙漠 散散他就在那个散散镇的 他是全世界离镇最近的沙漠 你城镇最近的沙漠 最近就像你的街头 那個是在 是在哪里 新疆嗎 對 就在散散镇 南疆 北疆 南疆 南疆 那个应该算南疆 在吐鲁湾附近 那那个你就可以去去去体验一下 可以去体验一下 那你你像那个什么 那个库玛塔格 库玛塔格也是他也是在南疆 他也是在南疆 那库玛塔格 他是全世界第六大的沙漠 我们那时候有去 这个是你的 我这个是在河漠村拍日出的时候 这是日出吗 我们看到这照片 其实都怀疑他是加工过的 因为他怎么会燃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摄温嘛 早上的摄温嘛 这个是河漠村在北疆 河漠村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 你看看 这一张 就是他整个的全景 那你刚刚那一张 就是他的 他的那个小房子 你可以注意看 他的一个房子就在那里 就在那个里面 这看起来很像是小木屋 对 对不对 你就是那一张的一点局部的 你刚刚那一张你转过来 有没有 你看到这张有没有 那个小房子就是在那个里面 就是里面的某一间小房子 就对了 然后结果竟然可以拍得跟画一样 对他因为他日出的时候 刚好照到那个小房子 那我是用望远镜头 只拍到一点点 那除了那个美景之外 沙漠里有人文的景色可以拍吗 一般来讲 我们是拍他的线条 沙的线条 对对对对 那个山丘 刚刚你们有放出来 那个沙漠的线条 因为他被风一吹动之后 他的那个线条 是一直随时在变的 光线在变化 一直在画图这样 对对对对 尤其你光线不一样 他的线条的那个光影 非常漂亮 可是到沙漠其实很危险 因为像最近还有两个大学生 他就跑到那个巴丹吉林沙漠去撞游去旅行 结果迷失在那里面 迷路一个人死 然后另外一个人被找到的时候 是已经严重脱水了 这部分咱们旅行团去摄影团 摄驴去拍的时候注意什么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如果说要到深入到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会需要卫星电话 像GPS定位 一般手机通不了 像我们这个就是 就是我的队友 你看我们全身的装备 就像这样子 每个人都这样吗 对对 那你看这是我们脚上穿的雪套 整个套起来 那其实他就是登山的装备 看起来很像 要穿登山鞋 很像 我们的那种摄影器材 因为他非常高端 其实很怕非常细的杀 那怎么办呢 他还是会跑进去 那就 我们就 没有任何防范的 不是我们不要交换镜头 那一般来讲 我们就用装在塑胶袋里面 要拍的时候再拿出来 那绝对不要交换镜头 那在沙漠呢 沙漠有危险 对沙漠也很危险 像我的朋友 他们走塔克拉马干 那时候他们深入到里面去 要去找那个雅尼遗址 那当时他们预估错误 预估错误 没有带那么多的食物跟水 那又加上迷路 所以他们当时想说一定死了 就把遗书什么都写好了 结果走走走 还走出来 到那个路边 走到路边 沙漠其实真的很可怕 很危险 看他好像觉得很壮观 很美丽 可是其实他很无情 对 尤其你晚上睡觉 你千万不要脱鞋子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小 小动物 蝎子啊 对啊 因为他晚上冷嘛 冷那我们的蝎子有温度嘛 他裙卵就跑进去 所以你如果脱鞋子睡觉的话 你第二天一定要拿出来抖 第一个把沙子抖掉 第二个万一有什么小动物在里面 把它抖出来 社旅我们要问一问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都在讲说 拍哪些美景 有哪一些安全问题要注意 那其实大家会比较好奇是 因为那个陈仙都在带那种社旅团嘛 那这种社旅团的话 是不是大家特别有钱呢 其实也不会 所以团费会特别贵 还是特别高吗 不会不会 不会 没有因为你团费特别高 就没有人会参加 你一定要 要跟其他的团团费都差不多 那因为一般来讲 走沙漠这种又比较少 比较少 所以你比较的机会会比较没有 但是我们一般 那其他通常去大陆拍 那个摄驴的踪跡都是在哪些地方 所以刚刚我们讲过的是高原有 然后沙漠之外 还有哪些秘境呢 像云南那些地方也都很棒 云南主要是拍峡谷 没有 他的他的风景 你像卢孤湖都比较出名的 有卢孤湖 还有我现在准备准备要去的 像藤葱大山包 那个东西都比较没有人知道 而且交通也很难抵达 所以那你们会特别选择美景比较重要 还是行程轻松比较重要 应该就是美景最重要嘛 对不对 可是现在很多美景 只要一旦照片被公开之后 就变成那个观光景点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你就是要看时间 像我刚刚你们有放出那个月牙拳 有没有 月牙拳 在灯煌 对 你看我那个照片好像奇怪 怎么都没有人 那我就是一大早 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就跑去了 因为你看月牙拳 这么有情调的地方 你拍的像蔡市长一样人很多 你整个氛围都没有了嘛 观光团走的行程 拍出来都是蔡市场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所以我个人 我就很早就去 就等他的第一道光线 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那第二个没有人 通常一个那个社驴的团体 会有多少人 不一定 你看如果旅行社 一般旅行团要十六个人才出团 十几个人才愿意出团 可是这社驴的话会不会 反正不在乎 没有没有 我们最多不会超过十几个 所以是小团 对 都是小团 基本可以出团的 就出去就好 不要太大团就对了 然后去那边也都起早趕晚吧 对 没错 所以所以我们常常说 说这个社驴领队是 领队里面的下下签 为什么 第一个没有钱赚 你看人家带欧洲团 那个贵妇团多好 shopping多少钱 没有办法抽成就对了 我们这个也没有 那小费就少 我们常常说 骑的比鸡还早 吃的比猪还差 吃的比猪还差 睡的比狗还少 还要跑的比马还快 那为什么要去 那最主要是一个兴趣 就因为美景 对 因为自己也喜欢拍 带同好去拍 那如果是刚入门的那个摄影 可以跟你们的团去吗 可以 我 其实我的团是这样子 我 我的主旨是对的时间 带你到对的地点 这是我最重要的 我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有什么高贵的器材 你一定要很会拍 不是 然后去了以后 我会带你说 通常这个点 你要在哪边拍 会比较好 对 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就会拍到那个美景 然后为了美景 对摄驴来讲 这个是最大的动力 广告之后 我们再回来回答 网友提问 为了拍下这个美景 山巅水媚 再累再危险都要去 现在大陆的秘境 已经成为台湾摄驴的爱好之处 所以我们的网友就问了 他说这个摄驴团 可以保证拍出美照吗 这个应该自己的技术 比较重要吧 我想最主要还是牵涉到一个因素 就是天气 你天气不好 你外面也拍不出什么 所以要看天吃饭 可是问题是你出团的时候 你不知道天气好不好 所以挑对时间 刚刚你讲 挑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才能拍出好照 那像我刚刚讲北江 我们为什么要那个 那一个时间点去 因为第一个他最漂亮 第二个他的天气最好 九月秋色最美北江 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说你夏天 夏天当然可以去 他他四季不一样 对他们来讲四季都美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就看那个绿色的干嘛 所以为什么说 那个时间点去 是这样子 那我知道说大陆有很多地方 像克纳斯 他就被称为摄影师的天堂 那除了克纳斯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是摄影师最喜欢去的 就摄驴最爱去的 你如果说以北江来讲 其实他有很多地方 你像和睦村 这是一定要去拍的 和睦村 那你像魔鬼城 那个都是 都是一些很棒的地方 还有像康定 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新都桥 号称是摄影师天堂 新都桥 那个是在川藏这一边 就这些都是 那有没有你的私房景点 你带团 只要跟着那个 你去的话 就可以拍到 不一样的那个景色 像我们去那个什么 那个白哈巴 白哈巴 这个就很少人去 白哈巴是在西藏 在北疆 在北疆 白哈巴 那他是西北第一村 他号称西北第一村 那那个地方就很特殊 怎么特殊法 他的那个雪景 然后他的人文 他的建筑啊什么 就很特殊 相当的漂亮 而且派解比较原始 台湾的社旅 喜欢去大陆哪里 以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 每个月 每个季节不一样 你如果说三月来讲 三月就是雾园 跟那个圆阳梯田 圆阳梯田 还有那个罗平油菜花 对 那个真的是非常漂亮 三月的时候 三月 那你如果说秋天 秋天有几个 像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北疆就是一个 还有你倒成雅丁 是不是那个九寨沟 也是秋天去 因为秋色最美 对 九寨沟 九寨沟最好的时间点 是在十月中 十月中 是在十月中 那夏天呢 夏天的九寨沟 西藏 因为他刚刚讲春天 跟秋天的景点 就夏天 那夏天 夏天比较少 因为夏天来讲 你都是绿色的嘛 那你除了说 你像西藏 你看像这一张 这是八月份 好漂亮 雪你看 雪下着那个样子 所以你去西藏 夏天去西藏 西藏好像还有八月雪 他八月还会下雪 所以夏天 因为他海拔高 夏天摄驴爱好推荐地 应该是西藏 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冬天呢 冬天应该就到冰天雪地的东北 去了吧 是吗 对 是这样的 台湾摄驴是这样子走的 对对对 台湾的摄驴都是谁啊 谁在参加这种摄驴团 男女老少 哪一种 不一定 都有啦 会不会是男生比较多 还是女生比较多 年纪比较大的 还是年纪比较小的 都有啦 年纪比较小的比较少 平均 一般的年轻人 年轻人以上的 会比较多 三十岁以上 四十岁的 对对对 会不会有企业家 企业家老板 企业家很少 很少 他们没有什么时间 你没有赢就对 你看这一张 这张比较特殊的是 中秋节 我们在那拉提大草原上 那上面那个是月亮 看起来像太阳 非常特别 所以很特别 对 俗话说摆文不如一件 走出户外 换种方式去旅行 人生就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其实我们可以学学舍旅 用镜头 还有用心去记录你的旅程 应该非常有趣 今天非常谢谢陈天文人 陈先生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继续大友看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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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